为了协助全民购买三倍券 全台超过1200间的邮局 特地在7月18还有25号 这两个礼拜六 加开窗口服务民众 现在更传出8月1号 可能也要加班开卖 引发工会反弹 强调目前各地邮局到了下午 就已经没有人领三倍券 认为没有必要再加开 而且加班费用很可观 光是前两个礼拜六 加班费高达3000万 如果8月1号再加班的话 预估总加班费上看1亿元 耗费大笔行政成本 有网友就批评劳民伤财 认为政府只会大洒币 更有人表示 如果发现金就不会这么麻烦 那我现在开18号码牌 拿着大声工维持现场秩序 为了协助三倍券发放 全台邮局动员超过万名员工 周末加班 但加班费很可观 光是18号 25号两个礼拜六 加班费高达3000万 现在又在传出8月1号 恐怕也要加班开卖 预估总加班费上看1亿元 一天8小时 赚钱一个人大概要加班13个小时 如果说再加上中午 没有休息我想就不止了 加班除了成本高 工会表示 统计从开卖到20号为止 全台已经售出超过430万份三倍券 甚至有员工曾在8小时内 卖了460份 如果每周都要上6天班 等于连续上班48小时 就怕前线服务的员工体力吃不消 我有请中华邮政公司在评估 能够再延长一个周末 也可以分担其他超商的压力 各地邮局都在反映 希望8月1号不要再继续开 民众事实上也没有来 也是在那边等待 也都是浪费人力 对此有网友回应 推动三倍券 行政成本真的很高 认为劳民伤财 更有人表示 如果发现金就不会这么麻烦 也不会有额外的成本 批评政府只会大撒币 三倍券上路争议不断 邮局究竟有没有必要再加开 周六贩售时段网络掀起论战 记得路易产情顺 台北岛 嘉义县农会搭上了三倍券 跟农邮券热潮 推出了各种福袋 民众主要花三千元 就可以买到价值四千元的农产品 而且消费满千 还可以获得一张旅馆的双人住宿券 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抢购 也让农会的单日营业额创下新高 民众疯狂涌进农会 要来抢购福袋 因为里面超多商品 包含高山茶 咖啡 蛋卷以及养生骨粉等等 原本要价四千元 现在只要用三千元就买得到 销售人员结账忙翻天 因为三倍券发威 再加上十九号第二批五百万张农邮券发放后 嘉义县农会就涌进大批民众 要来大买特买 现场除了有各种福袋之外 消费满千还多送一张嘉义旅馆的双人住宿券 超级划算 这也让农会单日营业额就破纪录 二十号当天营收就超过十万 我买米跟那个果物 昨天开始月换的时候就人潮不断 陆陆续续 本来我们营业一天差不多五十个来颗率 那现在差不多两百个以上 销售金额翻倍再翻倍 农会买期望业绩飙升 民众也开心减便宜 希望能够帮助农渔民一起来振兴经济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 全国第一起三倍券诈骗案 新北市民男大生疑似为了捡便宜 落入了诈骗陷阱 他看到有卖家在网路上兜售一份 只要2500元的振兴三倍券 立刻汇款1万元购买四份 等了两天之后 男大生什么都没有拿到 卖家随即失联 警方获报之后也立刻展开调查 振兴三倍券正夯 不论超商还是邮局 到处都可以见到排队购买的民众 但可得小心有诈骗集团 搭上了这股热潮 用三倍券做五本生意 在网路上新片 新北市有名男大生疑是为了捡 2000块的小便宜 于是上网收购了三倍券 没想到最后三倍券没有拿到 钱也跟着飞了 这名男大生17号在脸书社团 看到有卖家将原价3000元的三倍券 以2500元兜售 他疑似为了赚取价差 一次收购了四主并汇款一万元 没想到等了两天后 卖家迟迟没有跟他联系 上网一看自己的脸书账号 竟然也被卖家封锁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遭到诈骗 网路上应该不会 应该会是骗人的比较多吧 那个就不太对吧 就是怕遇到诈骗或者假收购 呼吁脸书不是网路购物平台 没有任何交易安全机制 民众网路购物应选择 第三方支付的网路购物平台 较能获得保证 由于是全国第一起三倍券的诈骗 警方受离后也不敢大意 立刻追查 但也提醒民众 三倍券还是用来振兴消费 转让销售不但有触法疑虑 更有可能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陈紫阳干扰地 新北市报道 三倍券上路之前 四大超商都推出预购 就送加码优惠 但是民众发现 全家便利商店送的 其中一张优惠小白单是 大户屋900元双人套餐优惠 不过这跟大户屋自己 从7月1号起推出的套餐内容 根本一模一样 并没有比较优惠 网友就留言灌爆了餐厅业者脸书 痛批被欺骗了 对此超商回应 因为资讯有误 在7月13号当天 已经发新闻稿紧急更正 另外上周五也紧急的加码 如果民众持小白单到餐厅用餐 会再多送甜点或是饮料的兑换权 看准超商领三倍券优惠多 赠送的三张小白单 不只有满额折价 咖啡买一送一 就连超商的关系企业 旗下餐厅大货屋也有折扣 但近期有民众拿着小白单 去餐厅用餐 结果发现所谓的好康根本像个幌子 民众控诉超商送的900元双人套餐优惠 其实餐厅业者 自己从7月1号起就有推出一模一样的套餐 根本没有比较划算 就有种被骗的感觉 就明明就一样的 然后放在那边当噱头 因为就一样的东西 可是就他们企业角度 他们应该只是想要增加一个曝光度 网友留言更灌爆餐厅业者的脸书 痛批超级烂 特地排队排了超久 结果小白单一点也没有优惠 也有人说看准300元折价券 才去超商预购三倍券 怎么会变成900元双人套餐优惠 进一步追查发现 7月13号当天超商的新闻稿 释出的消息是预购三倍券 就送大户物两人同行 折抵300元 但当天晚上超商再度发出更正新闻稿 改成900元双人套餐优惠 对此超商回应因为资讯有误 当天就已经紧急更正 另外针对现有的餐厅优惠方案 业者上周五也加码 要平息民怨 只要民众持小白单到餐厅用餐 就会再送红豆汤圆或是60元的饮品兑换券 三倍券衍生争议再添一桩 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将出现人口死亡交叉负成长 内政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当中 就有五个月的死亡人数高于出生数 多出将近9000人 刷新了历年记录 而同样引起注意的是 受到疫情的影响导致国际封锁 上半年从外国迁入国内的人数只有8900人 对照迁出人数还比迁入多出了16000多人 这也创下了记录 让学者忧心恐怕会造成人口负成长更加恶化 小贝比堂在婴儿床里睡得十分香甜 只是越来越多家庭 生晚一胎就喊咖 更多的事根本不想生 果然生育率下降 在去年出生数已经创下近9年新低 去年人口只增加2000多人 惊险赌过负成长 但今年光是一到六月出生数跌破8万人 死亡人数却多达8555人 比起出生人数多出近9000人 要靠下半年生育不缺口恐怕更难 今年极有可能会首度出现死亡交叉 以前是20万的关卡 所以每半年一定是会有10万人的 这是第一次跌破8万人 经济方面的考量是很多人 在疫情之下反而更不敢生的一个原因 所以会不会有防疫因而少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上半年结婚对数 比起去年同期大幅减少6500多对 让学者担心恐怕会造成 明年生育率更下滑 另外国际迁移也罕见出现负成长 今年上半年从国外迁入的人口 只有8900人 但迁出人数却多出1万6000多人 创下记录 迁出大幅的成长 而迁入没有太大的变化 如果是这个状况 那我就更担心了 就像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一样 今年除非有大量的一路在下半年 负成长大概是走定了 人口老化十年后就会出现 严重的缺工问题 对医疗经济产生极大压力 稍值高龄化已经不可逆 人口政策必须看得更远 就点好民生 天保报导 连日高温热到爆 许多人都想到身上躲太阳清凉一下 但是有民众带着六个月大的女婴 到荷欢山避暑 回家之后发现 孩子脸上竟然冒出了水泡 送医才知道 原来是长时间曝晒在紫外线下 造成的晒伤 而且还达到了二级烫伤程度 对此医师表示 小朋友的皮肤比较脆弱 艳阳下出门需要特别的防护 而像是外送员 甚至空服员还有机师 也都是容易晒伤的族群 提醒民众 每一到两小时 就要勤劳地补擦防晒 以免肌肤的健康出了问题 国外媒体利用空拍机 记录下鸿鱼跟人在海里共游 却发现一位游客 全身红到发紫 严重晒伤 在网路引发话题 高温来袭 台湾同样热到爆 有民众特地带着全家 到荷欢山避暑度假 尽管气温只有二十多度 但六个月大的女婴 回家后脸上竟然起水泡 达到二级烫伤程度 他的表皮的角质层 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同样的紫外线 或阳光照射之下 事实上其实小孩子或婴儿 他更容易受到伤害 不只高山雪地 也会反射紫外线 长时间下来 无形造成民众晒伤 要做好防护的对象 除了新生儿 还有外送员 户外运动爱好者 甚至连空服员 鸡尸也容易满脸斑 紫外线发威 仿佛隐形杀手 七月截至二十号 热伤害的人数 已超越去年同期 医师透露最近晒伤就诊的民众 至少多了两成 因为高温而引发中风 心肌梗塞 还有皮肤外患者 也大幅增加 并不是防晒系数涂得高 就延长很多时间 比如说好几个小时 都没有再补充 这是不对的 热日当头 医师提醒民众 不想晒伤 最重要就是 避免太阳直接照射 且每一到两小时 勤劳补擦防晒 如果是敏感肌肤 或者小baby 不适合擦防晒的族群 出门也务必撑伞戴帽子 或用博长袖挡一下 才不会让肌肤健康 亮红灯 记者陈一如 陈建国台北报导